靈者多花, 永敏夫婚 你够不够口罩? 送盒口罩和天使心悦康给你 耶稣爱你 有没有想过 可以用送口罩和天使心悦康 去祝福身边有需要的人呢? 鼓励你成为幸福事者 转赠十二期天使心悦康 口罩和消毒用品关心亲友和轮舍 令他们有口罩 更加有耶稣基督这个心灵保护罩 快与我们一起成为幸福事者吧 因为疫症 很多人不可以去以色列朝圣 以色列大卫塔博物馆 利用虚拟实境技术 帮助人在如雨节期间参观哭场 复活节期间参观圣母教堂 一同默想纪念耶稣的受苦同复活 最近政府公布了 不可以有超过四个人一起聚会 即是不能回教会 又或者很多教会都不开小组 既然如此 梁牧师 你觉得弟兄姊妹如何凭信心 去纪念复活节这件事呢 我想现在世界各地的教会都要做一件事 就是网上直播 我们照样有崇拜 但我们就请弟兄姊妹 在适当的时间 即他们教会崇拜时间 就继续进去离大去参与崇拜 我都在这几个星期里面 每一次讲道之前 其实是对着镜头讲的 我都会提醒弟兄姊妹 今天神是一个復活的神 祂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不是要去到教堂里面 才可以敬拜 但我就会提他们 当然在家里面敬拜的时候 可能很多东西在影响我们 我们尽量将这些影响的东西 减去最低的 譬如你插着电话 不要突然弹点WhatsApp 叮叮叮叮叮 让我们专注在这一个几小时里面 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虽然我们不能够经常见面 但你可以透过短讯 透过谈电话 你也是去见面 甚至你会多了去关心人 很真我这段日子里面 我没有停止过我对人的关心 虽然有时四个人 不能够多过四个人 但可能我约了两个的弟兄姊妹 来到去见面 去关心他们 他们会很深感受 还有些事情 譬如我侍奉不能停止 殯儀 安息礼 两天之后 我都要负责一个安息礼 好 也去医院探病 不是 医院不准探 但如果他是临终的病人 就可以 让你进去 那时当然你要很小心清洁自己 又穿了整套服装 有些普通病房不用 但是问题就是 会不会有危险呢 我都相信有的 但我想起保罗一句说话 我不以性命为念 当神呼召我去关心人的时候 我就不可以来到太担心自己 我再去看医护人员 不是更加担心吗 他们面对的是很多的病人 可能只是短时间而已 所以我想记得一件事就是 我们画在外在环境被阻隔 但爱是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 雁sir 实际例子了 那你一家人 怎样去纪念复活节 怎样去纪念寿难节 做些什么 很感恩 我一家人有刚刚四个人 所以大家聚集也没问题 没事 在这个停货和要停聚会的期间 其实我们只能够在家里去崇拜 所以好像梁牧师所说 我们信徒 其实我们会很专注在那段崇拜的时间 教会有网上的直播 我当然会捉两个小拜一起来看 让他们知道 其实我们现在不可以停止聚会 而且我们不是回教会 但仍然我们要专心去敬拜这个神 还有我们觉得 特别是父子这段时间 我觉得领圣餐很重要 所以当牧师说要领圣餐 我们家里也要准备葡萄汁和饼 一起去到领圣餐去纪念耶稣基督的死 但是现在就没有了这个领圣餐了 那梁牧师 你们觉得应该门徒怎样去做呢 或者你们怎样去做呢 教会 现在教会 就是开始想着疫情不是那么重要 就是终于 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希望呢 会在教会一起领圣餐 但是现在情况越来越恶劣 或者是好转的机会不是那么快来到 所以现在就都会在网上 同样鼓励弟兄姊妹 在网上领圣餐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镜头前面照样来带人去 讲那个圣餐的意义 也都请家人先去准备 他们自己就是预备一些饼 或者葡萄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 我跟他讲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 原来派圣亲一定要执事或者牧者 特别如果一家人其实很好 由爸爸来到去抹饼 去派葡萄汁 来到去给自己的妻子或者儿女 甚至会鼓励他们来到去为自己的家人祝福 你想想旧约的时候 阿伯拉罕 就是列祖是为自己的孩子们祝福的 现在我们就已经将这件事交给牧者 但是反而现在这个时候 是可以令我们再扭转这个观念 原来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是可以透过牧者在镜头前面 来去宣告 当然他们预先已经预备好了 就在盛餐时间 他们照样的可以来做这件事 这个疫症全球大流行 还有澳洲山火 冰有熔 很多蝗蟲的蜜 很明显地震很厉害 主在来的征兆 永远都有人说 那我问一下雁sir 你害怕吗 我不是很害怕的 因为我觉得主在来 其实我们一直都要预备 所以我觉得只能做得更好 所以这些信息不断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更加要警醒自己 因为我儿子常问我 爹地,这里又说了什么 那什么时候世间末日 梁牧师 什么时候世间末日 如果我说出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 我是一个异端 没错 你千万别相信我 因为耶稣也说没有人知道 但我们很肯做这件事 很简单地举过来 你过一日便少一日 所以我们一定是每一日 都是越来越近耶稣回来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一件事 就是耶稣觉得在《路加福音》里面 特别提到 当他回来的日子的时候 不单单要攻打民国 要攻打各多次的饥荒地震 《路加福音》里面特别提到 是有瘟疫的 在《启示录》里面都会说到 瘟疫可以令到四分之一的人口 可以被杀 所以这次反而是一个提醒 我们其实不只是看这个瘟疫 其实我们每个一日 就少一日的时候 我们要好点准备 在今次一个很大的感慨 在这个疫情里面 那些人很有准备 买几十代米 又买很多很多的厕纸 用到法媒都用不完 但是我真的在想 你这么怕这个瘟疫 但如果我们特别是基督徒 主回来的时候 会有最后的审判 我们有没有好点准备好 去迎见我们的主 这个才是最重要 所以我经常都说 我们不单单要有外在的平安 我们要有内里面的平安 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还有我们不单单要洗手 去清洁 我们更加要清洁我们的内心 以至我们的生活 能够对得起我们的主 这个才是最重要 物质 纵使你预备到最好 什么都有 但是你的心灵没有预备 上帝一来 你带什么去见祂呢 在祂面前 那种感觉就很羞愧了 刚才说过 梁牧师也说过 复活节 我们都可以用复活节 耶稣基督复活这一件事 鼓励微信的人 一起去面对疫症 但是这样鼓励 可能有一些微信的人 便会问 疫症何时过去 你觉得能否鼓励到呢 我很相信 这是我们要自己 第一就是要有醒觉 自己要来带人去保护自己 以及都可以关心有些人 我们更加要为一些领导的人 来去祷告 因为他们制定的那些政策 往往会影响其他人 所以我们也都按照圣经的教导 我们是要为在上掌权者来祷告 求神给他们有智慧 决定力 是以文为本 和是听真是专家的教导 或者指示 去做一些事情 而我们有互相配合的时候 还有一样很重要 我们基督徒 是要守望这个世界 我们不断为这个地方 来带人去祷告 求神要阻止这个疫情蔓延 我相信 终于很快 有一天 这个瘟疫是会完结的 怎样跟小朋友解释疫症 我一定会问 为何有新冠病毒 我儿子也有问 其实我都会从圣经的角度去看 因为圣经也说 瘟疫是从罪而来的 人犯罪而来的 你都见到这个世界 无论是森林大火也好 无论是打仗也好 或者很多都是人自私自利 令到这个疫症会出现 特别吃野味 都是人的贪心 这些疫症本来不会出现 但因为人的罪 令到这个事情出现 我的孩子自小都在教育里长大 所以都容易明白 梁牧师 基督徒如何向非基督徒 未信的人解释苦难 当我们和人们分享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拿 今次做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我们犯了错的时候 你成功了 没有被人揭发 你是越犯越多 越踩越深 结果可能你已经回头无路 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 耶稣基督 他来到这个世界 为我们的罪 担当了这一个的刑罚 但是从死里面复活 就正如圣经里面说 罪是一一人而来 但救恩都是因为 耶稣基督的救赎 所以当我们肯去承认自己的错 然后仰望我们的神的时候 我就得着这个的拯救 所以我想我们要这样 来和他们来分享 就好像一些医护人员 他们牺牲自己 他们愿意扶上代价 于是就救了很多病人 但也是救了几个 或者十几个病人 但耶稣一个恩的代仇 就救了历世历代的罪人 我就可以这样和他们来分享 多谢梁牧师 多谢盐长 今次谈对我自己也有很多提醒 打后星期日 我会预备葡萄针 预备葡萄针 我都做回一家之主 我都回去 君尊的祭司 君尊的祭司 即是做回一家之主 应做的东西 这个有回一个为法 好 这个时候 梁牧师不如这样 为香港基督徒 他们在疫情的见证和信心 做一个祈祷 我们要做炎做光 好吗 好 我们一起祈祷 天粉求你自己亲自的让我们用信心仰望 我知道你是一个掌管世界的神 求神你自己来带去让这个疫情 尽快的从各地里面来停止 祝福到每一个地方里面的医护人员 他们很用心的来带去服侍人 求你保守他们不被这些病毒来侵害 也祝福到每一个的领导人 让我们能够作出英明有智慧而有正确的决定 帮助我们能够去谨守自己 不单单我们有外在的清洁 也有内心里面的清洁 帮助我们在困难当中不失信心 叫我们仍然仰望主你 愿意你的恩典 你的平安 你的保护 想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听我们在面前祈祷交托 乃奉耶稣得圣一名祈祷 阿们 如果大家有应对疫情的策略 又或者有好人好事 有关于抗疫的 又或者有事要我们为你代讨 记住WhatsApp来我们的抗疫尊线 6482-0353 6482-0353 如果你们想奉献支持这个节目 或者影音市团的 万众同心齐抗疫的抗疫行动 可以将款项传入这个户口 或者将支票寄来以下的地址 今天麻烦梁牧师 麻烦梁牧师 谢谢 疫情持续影响广泛 面对各方冲击 如果再加上家庭上出现巨变 情绪健康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 疫情下可以如何与离异家庭同行抗疫呢? 明日寂寂寻 明日五月四 wün 保持短期二工 揀这片 albums 靠近 들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